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泰妍的演唱会一向诚意十足 被誉为同粉达人 演唱会福利更是令人期待 在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的同时 也有不少wanti是以金泰妍多年吃资源 吸血团队身为队长近几年却毫无建树 甚至连团队的完整性都无法保障 而且金泰妍solo回归打歌舞台分量十足 古人组的少女时代却止住了一支MV 连打歌都没有就当作代表回归 令人觉得公司在区别对待 更有人翻出金泰妍 曾经与边博弦交往一事 逼对渲养与男友恋爱公开被公司辞退 力图证明金泰妍在公司受到特殊待遇 是SM公司的亲女儿 金泰妍在SM公司近几年的待遇 确实称得上一句一句的称呼 但这样的待遇并不是平白无故 落在金泰妍的身上 而是公司看到了她的价值 才会给她相应的待遇 从整个SM公司的solo女歌手现状来说 除了当年中日韩三国都红透半边天的 OA以后再没出现过能够独当一面大红大紫的女歌手 而OA出道早 目前年龄也不过30岁左右 但随着这几年OA升任SM公司理事后 她的工作重心也有所转移 solo女歌手在SM公司出现断层 而金泰妍早年在出世提升应邀演唱OST的时候 便被业内一致好评 因为她的演绎到位 甚至能够凭借OST带动剧集的收视 更收到制作方的广泛邀约 被封为OST女王 被提高到与老牌实力歌手白志英相提并论的高度 在少女时代的乐坛地位逐步稳固后 公司开始为成员们寻求不同的定位 而金泰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走唱歌这条路 与其他公司相比 SM公司的音缘成绩一向稍弱 但金泰妍却可以拿下各大音乐榜单的OQ 可见实力不足 同时与组合成员相比 solo歌手很少能拿到音乐节目的一位 但金泰妍的solo却掌握了不少节目一位 她本人更是在人气和实力方面都得到广泛认可 作为商人属性的SM公司 只能不再接再厉推动金泰妍的solo之路 其次是金泰妍出道多年 除了早年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外 最大的黑点便是语编博弦的恋爱 但对于恋爱说 粉丝则认为当时泰妍年龄也差不多 到了该恋爱的年纪 在恋爱禁令上可以放松一点条件 只要不影响事业发展就好 而在这段恋情公开后不久 双方便已分手告终 各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金泰妍在韩国的风评 也因为粉丝一直在针对性的控屏而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在两人分手后 她的口碑便开始有所回升 而从整个公司层面来看 FM公司现役女爱豆中金泰妍是业务能力最为突出的一个 一般来说大多数Voco的唱功好 但舞技一般 可是金泰妍的舞蹈能力也不弱 在音乐节目上展示顾博弦与主舞的舞蹈能力 更多次担当副歌部分C位 而电台节目则更锻炼了金泰妍的MC能力 可以说除了演戏以外 金泰妍的各项技能都属于高于平均值的状态 更重要的在于近几年 SM公司的新偶像组合似乎都欠了一口气 在EXO之后始终没有能够独当一年的组合 Red Velvet概念独特 却较好不叫做 NCT子团众多 出道多年却始终好像新人一般 而整个韩国乐坛现在也从团体组合天下 转移到了solo战技话语权的时代 无论是从旗下组合的现状 还是金泰妍本身的质素 SM公司都一定会力捧他 作为少女时代的队长来说 在当年团队遭遇黑海的时候 有能力solo的金泰妍没有逃走 而是跟着团队一起扛了下来 直到度过最黑暗的日子 在少女时代合约到期后 金泰妍还是选择与公司续约 继续以少女时代的身份进行活动 除了神话这样独此一家的组合以外 任何一个组合都要面对人员的变动 作为队长 作为solo最成功的成员 金泰妍能够选择从始至终陪团队一直走下去 已经是件难得的事情 或许会有人说金泰妍一直留在公司 是因为他所得到的资源与待遇都极好 除了担任少女时代的队长外 还有少女时代小分队TTS主唱的身份